牛肉麵 嗨 我是Ted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的是牛肉麵 為什麼要做牛肉麵呢 因為我們收到了一個花蓮讀者的點菜 告訴我們可不可以教他們做牛肉麵 當然可以呀 Let's do it MT 好 嗯 是的 好的 好 請 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切好了 高汤也在煮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拌炒今天的调味料 我们下来点准备 我們現在放牛肉進去 就是我們沒有把它煮熟 這個部分我的用意其實是要讓牛肉去 把它那個醬汁可以吸收一點 然後那個油脂間有這樣的爆香 讓那個牛油可以跑出來 現在這個高湯把它濾出來了 高湯其實煮法比較特別是 我都一定會加那個蘿蔔乾 如果是老菜脯更好 然後我一定會把海裡的味道 跟山裡的味道去中和在一起 這個, by the way, smells amazing 然後這個階段我們來加鹽 今天我們選的鹽叫二層鹽 這個鹽很特別是台灣在躲背肌肉強烈的時候 才有的鹽 牛肉湯已經煮好了 我們就來燙 燙麵 然後把青蔥切碎 好,其實我們使用的麵體是用刀削麵 你可以任意換成你自己喜歡的麵體都ok 紅燒牛肉麵 紅燒牛肉麵上桌啦 我們到我們下午後 There are 我們下午後 上午後 我們下午後 後面 我們下午後 那有請 製作人